今天就是四大公投的投票日 正反方忙着宣讲催一票 却遇上了民众来闹场 教堂哥哥陈家行 日前在石牌捷运站 宣讲四个不同意时 就遭到妇人撕毁的看板 而公民党北市议员李博弈 则是在大安公园宣讲时 被民众破口大骂 为何不爱台湾 甚至还被赏巴掌 正当李博弈要报警时 动手的妇人啊 疑似心虚了 说着自己要去看医生 就直接逃离了现场 身穿黑色衣服的妇人 被两三名男子包围 喊着要叫警察 但其实是他动手在先 当街甩了男子耳光 你动手啊 双方争执不休 放大仔细一看 妇人出手后 还疑似继续拽着男子衣服 而这名手拿我同意宣传公投的 正是国民党北市议员李博弈 我突破三名人 不要这个时候再来讲这种话 都不急打我 听得要报警 妇女马上逃离现场 17号上午 李博弈在大安公园前接讲时 一名妇人经过 一听立场和自己不同 立刻破口大骂 为何要推公投 下一秒一个巴掌就甩过去 正当李博弈追问 为何动手时 妇人还继续咆哮 一旁助理看不下去报警 没想到妇人丢下一句 病了要去看医生 就匆忙离开 受到一名自称 八十几岁的阿婆 出手伤我巴掌 只是因为 她的公投理念 跟我们不符合 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都能够冷静 宣讲公投被闹闯的 还有焦糖哥哥陈嘉行 她16号在石牌捷运站 被民众当面撕毁看板 板子明显出现一道裂痕 就那个阿姨就冲过来 就先踢我的板子 你不可以在这边宣讲 后来就说我是1450 然后说民进党 一个月二十几万 讲到最后她其实有点 恼羞成怒 她就动手把我的板子撕开 一场公投 无意间演变成社会对立 就怕催出的是更多 不理性民众 介绍杨月达台北报道